1 2 3 车中这个嚣张的男人是一名黑帮大佬 名字叫江培 他一直有一个拍电影的梦想 尤其是黑帮动作电影 他的偶像就是当红动作明星苏达 苏达凭借漂亮的动作戏走红 但他因为有些人气便目中无人 多次失手将对手演员打伤 面对媒体的采访 他却丝毫不在意 只要花点钱公关就能摆平 这天江培带领小弟来到一家夜店 恰巧苏达所在的剧组也在这里 小弟便提议可以把他叫过来 但明星可不是那么好请的 江培便让小弟去要一个签名 结果很快小弟就回来了 这个不行 江培又换了一个小弟过去 可苏达还是不肯轻易签名 见对方如此大牌 江培只能亲自前去 他带着小弟们推门而入 就像是黑社会打群架一样 江培说自己非常喜欢电影 并且梦想是当演员 苏达签完名之后 还不忘挖苦对方一番 小弟忍受不了 告诉他说话小心一点 而江培却没有生气 只是淡淡地说道 表演都是假的 苏达笑着质问对方 说完后江培便出去了 但他的小弟气不过 又回来警告苏达 不要太嚣张 小弟被激怒了 双方打了起来 苏达被对方一拳打在了脸上 就在对方要再次动手时 江培一把拦了下来 对于不听话的小弟 江培丝毫不手软 抓着他的头就往墙上撞 苏达和导演见此情形 都待在了原地 江培拿出几张钞票 作为对方的医药费 连通自己的联系方式 一起放在了苏达的口袋里 这场风波暂时告一段落 苏达回到酒店 心烦意乱的他 找到自己的女朋友 二人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 因为是明星的缘故 苏达每次和女友见面 都是偷偷摸摸的 躲在车里连灯也不敢开 更不能像普通情侣那样 正常约会 女友早就厌倦了这种生活 可苏达一直担心的 只是自己会传出绯闻 女友只能失望地转身离开了 片场上 苏达和对手演员 在拍一场打戏 对方由于太过投注 真的打在了苏达脸上 没想到第二次拍摄 对方又给了苏达一拳 但导演并没有喊咖 苏达生气地抄起拳头 直接将对方打倒 摔在地上 导演发现不对 赶紧赶来制止 就这样 苏达暴力袭击演员的新闻上了头条 粉丝和记者也将他团团围住 面对舆论的压力 他只能面向镜头道歉 可冠冕堂皇的道歉 大家并不接受 直接朝他脸上丢鸡蛋和面粉 苏达也顾不上形象 大喊道 我不会道歉的 经纪人只得赶紧将他推上车 离开了 这样一闹 不但之前的代言丢了 就连车也被人恶意写满了道歉的字样 然而 现在最头疼的是导演 他为了这部戏准备了六年 可现在没有人敢接受这个角色 跟苏达对劲 苏达给曾经的好友打了一圈电话 结果大家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无法控制情绪的人搭档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来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就是之前留下联系方式的江培 他约对方在天台见面 问他是否想出来演电影 而且这是一部关于黑帮的电影 也许找真正的黑帮大哥来演 更加合适 见对方没有同意的意思 苏达打算离开另想办法 这时江培突然问到 找自己演对手戏的原因 苏达敷衍地说 是因为这部电影追求真实性 江培听完后转身就走 听到这江培来了兴趣 对方毕竟是黑帮大哥 苏达有些犹豫 但总算有人愿意出演 他只能答应了下来 晚上江培回到酒店看剧本 发现之前苏达跟他说的话 其实都是剧本里的台词 这人真是有意思 第二天江培来到了片场 导演认为苏达一定是疯了 竟然找真正的黑社会来演对手戏 江培便说了两句台词 结果效果还不错 况且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要想继续拍摄只能用它 同剧组的女演员米娜 吸引了江培的目光 她竟然直接追上去亲了上去 米娜也给了她两巴掌 江培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对这个女孩来了兴趣 终于到了正式开拍的时候 由于没有经验 加上导演和苏达有意让她吃点苦头 导致一个简单跑步的镜头 要重复拍好几次 导演一遍遍地喊咖 原因竟然是觉得黑帮老大眼神中缺少杀气 苏达见状也在一旁说风凉话 江培只得又演了一遍 这条终于过了 几天后迎来了第一场打戏 因为二人执意要真打 导演只能再三叮嘱 自己喊停就立刻停止 拍摄开始 二人都先谨慎地试探着对方 苏达首先发起了进攻 不但被对方轻易就躲了过去 还结结实实地挨了对方几拳 两人打斗过程中 苏达明显不占优势 他被江培一下撂倒在地猛踹了一脚 幸亏导演及时叫停 但他却说没问题 示意导演继续拍摄 这一次不出两招 江培又将对方打倒在地 而且在导演叫停后 还补上了一脚 工作人员立刻过来查看受伤的苏达 经纪人更是直接找江培理论 苏达见他这么闹 让自己很没有面子 赶紧上前将他拉开了 毕竟是苏达自己说要真打 现在气不如人 也只能吃了这个哑不亏 伤了脸的苏达休息了好几天 这期间江培找到了他 苏达一直认为自己是主角 所以一场打戏也一定会打赢对方 十分受挫的苏达只能一个人来到酒吧喝酒 孤单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女友 女友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可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怕被人发现 只是偷偷摸摸地见面 还对女友大发脾气 这次女友彻底失望 离开了他 苏达回到片场 晚上有一场二人吃饭的戏 苏达将酒泼在江培脸上 可对方不按套路出白 直接将酒瓶敲碎 拿到苏达面前 大家都吓了一跳 以为他来真的 导演见状连忙喊咖 发现江培的手都被扎破流血了 赶紧给他上了药 这场戏顺利地过了 另一边 由于经常一起拍戏 米娜和江培渐渐熟络起来 知道对方演戏喜欢来真的 米娜便试探性地问起 起起来和自己的那场戏 对方没有说话 但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拍摄当天 本来是要拍摄一场反派 对女主用墙的戏 江培一把把米娜拉进车里 竟然真的上演了一场激情戏 奈何米娜如何哭喊 众人都没有当真 后来苏达反应过来 联邦制止了江培 并且给了她一拳 江培并没有解释 只是看了米娜一眼 转身离开了 除了拍电影之外 江培还有帮派事务要处理 自己的老大被人陷害 进了监狱 原手下朴社长 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江培便假意接近对方 他要做的 就是试探朴社长的底 让老大顺利度过判决 没过多久 江培接到消息 朴社长偷走了老大的 合同和账簿 这些东西作为老大的罪证 一旦暴露 老大就永远出不来了 于是老大命令江培 立刻将对方解决掉 他将对方小弟抓住 逼问出了朴社长的下落 他把朴社长绑到船上 将合同和账簿销毁了 但最后关头 他竟然心软了 他让手下将朴社长秘密送到了国外 自己则拿着他的眼镜 带回来向老大复命 距离判决只剩下两个星期 为了避免意外 小弟建议江培 不要再拍戏了 可他不愿意放弃 他很享受拍戏时的自由 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这天他坐在海边 无意中看见米娜一步步走向海里 旁边却没有奢侈阻 江培以为他想不堪要自杀 赶紧跑过来将他救了起来 结果这也只是一场戏 但经历过这个小插曲后 米娜发现眼前这个男人很真诚 甚至有点爱上了他 江培也为那天的粗暴道了歉 他们在海边拥吻起来 在他们甜蜜之时 苏达却并不好过 他收到了一盘录像带 竟然是自己和女友深入交流的视频 这视频一旦流出 自己的演艺生涯也就结束了 苏达不敢相信 他来到女友家中 质问是不是他干的 这时助理打来电话 才发现错怪了女友 原来是当地的地痞得到了视频 并以高价相威胁 这种情况也没办法报警 为了不让视频曝光 苏达只能选择将豪车抵押出去 他将秘密告诉了江培 对方选择相信他 并且给了他钱 此外 他派小弟暗中监视苏达 找到了威胁他们的那几个地痞 在抓人过程中逃掉了一个 这样一来对方被激怒了 这个锅也只能苏达来背 但他想也不用想 就知道是江培干的 就在交易当天 对方突然加码 否则不给袋子 双方立马打了起来 就在对方要开车逃跑的时候 江培赶到将那几个小弟匹解决掉了 还帮苏达拿回了录像带 但苏达并没有感激他 还要交给警方处理 如果自己接受 就代表他认同了江培的做法 那就和黑社会没什么区别了 但就在这时 经纪人一把抢过录像带 踩个粉碎 江培自从拍电影之后改变了很多 他会给手下一些钱 让他回去看母亲 也会在闲暇时 跟手下一起表演慢动作打戏 这时候 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是最真实的笑容 可好景不长 被放走的朴社长从国外回来了 他并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从此消失 还一脸小人得知的样子 江培看了眼他身边的保镖 转身离开了 现在再想杀他并不容易 江培只能选择将这件事告诉老大 可老大已经不想见他了 这件事也令他精神紧张 晚上有人敲门 他竟然直接把对方按在了地上 结果对方只是走错了房间 没过多久 江培得到消息 小弟在工地出了意外 其实江培心中清楚 这根本不可能是自杀 失去了老大的信任 后又有仇家追杀 江培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 他只能选择退出电影拍摄 面对众人的质问 他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转身就要走 导演连忙追了过去 但无论谁说什么 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 就在他要上车离开时 苏达追了出来 将他大骂了一顿 但这并不是在拍电影 他也没有主角光环 他被江培小弟安在地上 连着扇了几个耳光 刚开始苏达还倔强地不肯低头 出于害怕的本能 苏达还是低头了 这件事刚过去 苏达又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 等他赶到的时候 发现经纪人被抓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经纪人策划的 他恶意提高价格 为的就是还自己的赌债 苏达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现在的他什么都没了 另一边 准备一心搞事业的江培来到停车场 打算跟朴社长做个了断 可对方一个眼神 江培立刻就被打晕了 原来朴社长早已将他手下的小弟收买 他被带到了一处荒地 江培没有说话 当初他救了朴社长一命 现在对方也还他一个人情 江培挣扎地走了回来 他现在已经没什么牵绊了 只想回来继续把电影拍完 导演看着他脸上的疤 想必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对于江培之间对自己的羞辱 苏达还记在心里 他上去就给了对方一拳 电影不是你想拍就拍 不想拍就不拍的 江培来到天台 他想跟苏达实实在在地打一场 但苏达只是说 要打可以 只不过不是在这里 经历过这么多 苏达终于做出了改变 不再偷偷摸摸 而是光明正大的和女友约在餐厅见面 原来女友想要的只是被人所知的恋爱而已 剧组这边也迎来了最后一场打击的拍摄 二人早已期待已久 众人也都做好了迎接这场战斗的准备 三二一开始 二人立马扭打在一起 使尽了浑身力气 被打趴下就继续站起来 身上脸上全是泥 一时间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这已经不只是拍戏了 而是属于他们两个的战争 苏达怒吼着起身 却又一次次被打倒 直到最后双方都亲疲力尽 双双倒在了泥地里 根据剧情走向 最后苏达站了起来 包括导演在内所有的人 都被这场戏感动了 就连泥地里的江培也满意地笑了 电影顺利杀青 而他却没有参加杀青宴 只是给苏达留下了一句话 苏达不明白他的意思 便开车跟了过来 江培说自己要去拍电影 江培来到一家古玩店 在门口碰到了拿着古董的嫖社长 他走上前拘了一躬 朴社长以为他要做自己小弟 便同意了 结果他拿到古董后 一下又一下向对方砸去 直接将朴社长砸死了 随后警察赶到 把江培抓走了 他坐在警车中 用头砸碎了车玻璃 满脸是血的望向苏达 苏达愣在原地 像摄像机一样目睹的这一切 如果对方不是黑社会 可能真的会是一个好演员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的两个主角人物 形象都很丰满 一个是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小明星 一个是向往荧幕前的光影人生 却只能身处黑暗 过着厮杀生活的黑帮大哥 与其说江培是为了配合苏达完成一部电影 不如说是给他上了一堂关于人生的课 改变了对方的同时 也改变了自己 在片场的时候 就好比江培的第二个人生 他开始享受快乐 爱情 这是现实中他少有的情感 也因此变得心软 慈悲 而这正是他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 他将电影和现实怒混了 现实中没有那些回头诗案 和手下留情 而苏达也在和江培一次次的战斗中 任性的现实 他没有那些所谓的主角光环加持 当命运降临 他也只能跪在地上 重新审视人生 渐渐的 他终于发现了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 最后江培坐在警车里望向苏达的眼神 就好像在告诉他 现实就是现实 电影就是电影 这就是宿命 谁也无法改变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看原片